爸爸回来了 我跟你说这是 今天二号了 你的工资条呢 还没发 不要再骗我了 我已经问过你的同事小岳阿姨了 我的工资昨天就当上了 我不问你就不给我 是不是 怎么扣这么多 哎呀 每一项都是我反复提醒过的 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自己去看赛的朋友圈 都是上班时候发的动态 我要是你的老板 扣 扣光 开书 你说我每天做这么多作业 有空就要看扣外书 扣我还这么多补习班 兴趣班 我疯了吗 你说我是为了谁 你出去了解一下市面上的小孩 有我那么努力的吗 我有要求你当大老板吗 没有 我有要求你当巨星吗 也没有 当然有是最好的 只是上一个班而已 你连这个都做不好 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你每天无牵无挂的出门 还不是因为我爱学习会读书 你去打听一下我们半韩妹妹的家长 工资是他们单位最高的 每个月那满请讲 优秀员工 劳母 先进工作者 你呢 其实也不跟我沟通单位的事 我看你退休以后怎么办 到时候人家的家长都去市重点老人活动中心 有空调的棋牌室里逗地主 要不就是去市重点公园跳广场舞 你搞不好连退馆会都进不去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我要是再接到你老板的投诉电话 你班也不用上了 我书也不要读了 大家一起在家里面 和西北风